一千零一夜 第二夜 夜幕将领杜亚扎德对姐姐沙赫扎德说 姐姐 你就把商人与魔鬼的故事给我们讲完吧 沙赫扎德回道 如果皇帝陛下允许我是乐意讲的 十何亚尔国王道 你就讲吧 沙赫扎德继续讲 大富大贵见地高明的国王陛下 放牧人挥刀宰牛 然而剥掉一看 原来是皮包着骨头 既没有也没有肉 领养主人后悔不已 不过后悔晚已 于是干脆把宰了的牛送给放牧人 然后对他说 给我送一头小壮牛来吧 放牧人送来一头小壮牛 那不是什么小牛 而是我那堂妹施妖术 是我儿子变成的那桶小牛 小牛看见我争断缰绳来到我跟前 便在我身上蹭一边 呜呜哭啼不止 我见小牛落泪心中悲伤 便对放牧人说 留下这头小牛 牵走它和你的牲畜一到 自个儿放养去吧 不宰这头牛了 再给我送另外一头壮牛来吧 魔鬼听到这里连声称其叫绝 羚羊主人接着讲 我那堂妹看到这种情况就说 把这头小牛宰了吧 这小牛很壮 我不忍心宰掉他 便吩咐放牧人将他牵走 放牧人果然照我的话办 把小牛牵走了 第二天我正坐在家中 那放牧人突然来到我面前 对我说 老爷 我有一事相告 他会使你感到高兴 对我来说也是喜讯 我说 请讲吧 他说 老爷 我有一个女儿 小时候跟邻居一位老太婆学过妖术 昨天照你的吩咐 当我把那头小牛牵到我女儿面前时 她一见小牛便捂起脸 失声痛哭起来 倾客 却又是一阵大笑 女儿对我说 父亲 你伤害了我的自尊心 竟把陌生人带到了我的面前 我就问他 陌生人在哪 你为什么哭 又为什么笑了呢 他对我说 你前来的这头小牛 本是我们主人的儿子 因为他和他的母亲都中了第一个妻子的妖术 这就是我之前所以大笑的根由 至于哭 则是因为他的父亲宰杀了他的母亲 我感到万风惊奇 所以天刚亮 我就前来向你报告这件事情 魔王阁下 我听爸放牧人的讲述 欣喜若狂 无酒自罪 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于是我跟着放牧人到了他的家中 放牧人的女儿热情欢迎我 请问我的手 紧接着那头小牛走到我的身边 在我身上撒欢式的蹭蹭 叫擦蹭 这只是牛表示欢喜的这种标准行为 我就问放牧人的女儿 你讲的关于小牛的事当真不当真 小姑娘说 阿伯 他真的是你的儿子 你的心肝 小姑娘 我说 你若能解救我的儿子 我那些在你父亲手下放牧的牲畜 就全都归你所有 小姑娘微微一笑说 阿伯 我没有这种财富上的欲望 仅要求你答应两个条件 第一 把我许配给他做妻子 第二 请准许我在你的第一位妻子身上施妖术 将他关押起来 因为他肩脚成性 令我心生不宁 魔王阁下 我听爸放牧人女儿的这番话 便对他说 姑娘啊 这两个条件我全答应 外嫁送给你的父亲 为我经营的全部资产 至于我那位堂妹 则完全听疲你处置 姑娘听完便取来一只碗 盛满水 吹了一口法器 随后将水洒在小牛身上 口中念念有词的说 你若天生就是一头小牛 那就保持本性 不要变形 你若中了妖术 成门安拉旨意 父献原形 突然间小牛摇身一变 成了人 这时我上前抱着我的儿子 说 孩子 凭安拉启示 你那大娘怎样害你们母子俩的 如实告诉我吧 我的儿子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我对儿子说 孩子 这是安拉 差人救了你 恢复了你应有的权利 于是我就把放牧人的女儿娶为儿媳 又让她对我那个老婆施妖术 将她变成了这只羚羊 我的妻子当时对我说 变成羚羊 形象总比变成野兽要美 我的儿媳过门后 与我儿子生活了一段时间不幸 因病离开了人世 儿媳死后 我的儿子远行到印度去了 那里便是与你发生争执的 这位商人朋友的故乡 我牵着这只羚羊走过一个地方 又一个地方 到处寻找我的儿子 今天命运驱使我来到这里 遇见商人坐在树下伤心哭泣 我就坐了下来 等待观看将要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魔鬼说这是个奇怪的故事 我免他三分之一的罪过 这时牵着塞拉吉亚黑狗的老人 走上前来 对魔鬼说 我给你讲一讲 我和这两条狗的故事 你若认为这故事离奇 那就请看在我的情面上 免掉这位商人三分之一的罪过 魔鬼说 可以 你讲吧 如果你的故事果然离奇 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牵狗老人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魔王阁下 这两条狗是我的兄弟 我排行老三 我父亲过世了 留下三千迪纳尔 我们兄弟三人 各分得一千迪纳尔 我开了个小店 连买代卖 我的大哥跟着商队外出经商去了 一年过去 他回来了 但是两手空空 什么东西也没带回来 我对他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不要外出吗 这里有一个注使 迪纳尔 是货币的名称 一个迪纳尔约等于 等于 一百 迪拉姆 一千 费勒斯 这是阿拉伯地区 货币的单位和名称 没有执意 人家就是英语过来 好 我们继续 他哭了 他说 兄弟 阿拉注定我命该如此 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 我已经一事 一无所有了 我收留了他 带他到我的小店里看了一下 然后又带他去洗澡 给他换上一套像样的衣服 陪他吃过饭 我对他说 哥哥 我算算我的小店这一年中赚的钱 扣除本金 你我评分一下 我一算小店赚的钱 发现多达两千迪纳 我非常高兴 连声赶赞 伟大的安拉 我把赚的钱评分成两份 给了哥哥一份 他这才又开起小店 做起生意来 时隔不久 我的另一个哥哥 卖掉店铺 买了一些货物 绝技跟着商队外出经商 我再三劝阻他 他就是不听 还是跟着伙伴们走了 一年过去 他也像我大哥一样 空手而归 我就对他说 我不是劝说过 你不要外出吗 他哭了 他说兄弟 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 说什么也没用了 如今我已经身无分文 我没再说什么 随后带着他去澡堂 洗澡 给他换上新衣服 让他在我家住下来 一天我对他说 我把店铺的账结一下 扣除本金所赚的钱 你我平分 我一算账 发现又赚了两千迪纳 于是又给了哥哥一千迪纳 让他开了个店铺 自己静音谋生 我们一起生活了一些日子 我的两位哥哥又想外出了 而且还要我和他们一道远行 我不想去 对他们说 你们外出得到了些什么 我外出又能得到什么 他们再三要我跟他们一起远行 我没有服从他们 而是守在我的店铺里做买卖 一年之后 他们又建议我外出 还是没有去 如此度过整整六年时间 我终于同意外出远行了 可是我没想到 当我问起他俩还有多少钱时 二人说已经身无分文 他俩游手好闲 吃喝嫖赌 竟把我给他们的那一千迪纳尔本钱 也挥霍钢了 没有办法 我只好清理自己的账目 将现金和货物一并结算 共有六千迪纳尔 我在家里挖了一个坑 买下三千迪纳尔 以备将来发声不测 可以取出来谋生 然后我对他俩说 两位哥哥 我这里有三千迪纳尔 我们每人带上一千迪纳尔 就用这么多钱外出做生意 他俩一口同声说 太好了 我拿出三千迪纳尔分给他俩 每人一千 我们才买了 采办了吧 货物 租了船 带上所有需用的物品登上船 航行了整整一个月 到达一座城市 卖掉货物 一迪纳尔 获利 十迪纳尔 我们正想离开那里时 在海边上看到一个女人 衣衫蓝绿 那女人走过来 纹了纹我的手 说 先生 你有要我报答的恩德吗 我做过善事 但没有人报答我 她说 女人说 先生 你就娶我为妻 把我带到你的国家去吧 我已经把自己许给了你 你就对我行行好吧 因为我是那种有恩必报的人 我是不会欺骗你的 听完她这番话 顺从安拉的旨意 我对她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我娶了她 给她换上衣服 带她上了船 在船上 在船上 给她铺上一床 一张好床 把她视若上兵 之后 我们杨帆登城了 我大心眼里十分爱她 与她朝夕相伴 因此怠慢了我的两位哥哥 他们对我产生了嫉妒之心 因我的钱 钱足或多而眼红 他们的眼盯在我的钱上 商量要杀掉我 抢走我的钱 他们说 我们杀了弟弟 所有的钱就都成我们的了 他们诡谜心笑 正当我睡在妻子身边时 他们悄悄走过来 抬起我和我的妻子 将我们抛入海中 我妻子醒来 摇身一变 成为女精灵 将我抱起来 登上一座海岛 她匆匆离去 清晨又回到我的身边 她对我说 我是你的妻子 是我把你从海中救出来的 承蒙伟大安拉莫许 使你免遭杀害 你要知道 我是个女精灵 我一看见你 便打内心里爱你 我信仰安拉及其使者 你看见了 我来的时候是那个模样 你却和我结层了夫妻 现在我揪除了你 使你免于被淹死在大海之中 你的兄弟们实在太可恨 我非杀死他们不可 听他这样一说 感到不生惊奇 我谢过他的善行 对他说 杀死我的哥哥 那是使不得的 随后 我把自己 同他们的交往 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听完我的话 他说 我今就飞到他们那里去 弄成他们的船 借出他们的性命 我说 看在安拉的面上 你千万不可以这样行事 艳语说得好 以善报恶 恶自毁过 无论如何 他们都是我的同胞兄弟 我一定要杀到他们 他口气不改 我再三求他宽大容忍 他方才带我飞上天空 最后落在我们家的屋顶平台上 我打开门 抛出埋在地下的3000迪纳尔 向人们问安拉 置记忆之后 采购了许多货物 我的小店又开张营业了 夜幕降临之时 我走出家门 发现有两只狗被拴在我的家里 两只狗看见我站了起来 缠着我哭涕不已 我妻子说 这就是你的两个哥哥 谁把他们变成这两个样子 我就问 我派人叫我姐姐来把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 十年之后 他们才能恢复人貌 他俩像这个样子生活了十年 现在我去找我妻子的姐姐为他俩恢复人貌 正好遇到这位商人 他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我 因此我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也好 看看情况如何 亲眼见见你 与他之间将发生的一切 这就是我的故事 魔鬼听过 听过 说果真不假 这的确是个离奇的故事 看在你的面上 我免他三分之一的罪过 这时 牵花般骡子的老人走上前来 对魔鬼说 魔王阁下 我给你讲个故事 比之前两个故事更加离奇古怪 若能让你满意 就请你免掉商人的其余罪过吧 魔鬼说 好吧 你讲吧 牵罗老人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群魔之王啊 这骡子原先是我的妻子 我离开妻子外出 在外待了一整年 当我结束旅行生活 于夜里回到家里时 却见一个黑奴和他 睡在床上 两人有说有笑 亲吻楼报 妻子看到我 急忙纵身而起 抄起一只装着水的罐子 念了几句咒语 将水浇在我的身上 同时咕咙到 变变变变变 变成一条狗 我当即变成了一条狗 妻子把我赶出家门 从此我流落街头 无家可归 一天我走到一家肉铺店 上前啃起骨头来 图库看见我 把我收养起来 带回他的家中 可是图库的女儿 见了我 马上把自己的脸捂上 并且说 爸爸 你怎么把一个男子 带到家中来了 图库说 哪里有什么男人 这条狗就是中了 一个女人的妖术 而由男人变成的 我能够解救他 图库听他女儿 这么一说 便回答 我的女儿 凭安拉起事 你就把他解救出来吧 于是 姑娘拿起一只盛着水的罐子 念了几句咒语 将水往我身上洒了一点点 同时说 变变变恢复你的原形 我当即变成了人 上前亲吻姑娘的手 对她说 我希望你能够像我的妻子 在我身上识妖术那样 对我的妻子识魔法 姑娘给了我一些水 告诉我说 你趁她熟睡之时 将这水洒在她的身上 你想让她变成什么 她就会变成什么 保你如愿以偿 我回家后 见妻子正在熟睡 便将那水 洒在了她的身上 通知说 变变变 你给我变成一批骡子 我妻子果然就变成了一批骡子 国王阁下 你现在看见的这批骡子 就是我的妻子变的 魔鬼望着那批骡子 问道 此事当真不假 骡子点点头 意思说 是当真不假 魔鬼听完高兴的耸 耸煎扬眉 免除了伤人 其余三分之一的罪过 讲到这里 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 沙赫扎德 戈然只剩了 妹妹 杜亚扎德说 姐姐 你讲的故事多美多甜 多有趣 沙赫扎德说 如蒙国王陛下厚恩 能再留我一夜 这与我 明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 就算不上什么 精彩美妙 动人了 听沙赫扎德这么一说 对沙赫亚尔 国王心想 平安拉起事 我不杀他 也好让他讲下去 因为他讲的故事太奇妙了 想到这里 他就说 我要把故事听完 明晚你接着讲吧 他们相互拥抱 暗歇到天色大亮 清晨 国王上朝礼政 宰相和文武大臣 召拜完毕 国王埋头审理 奏则案卷 发号施令 颁布任免招书 直到日将西沉 方才返回秦宫 以上 我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长盛